歡迎回到鐵彈超人俱樂部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我們 這個319項目兒童藝術工程 我們說演出的御用音效執行 張少如小姐 大家好 少如剛剛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演出過程當中 在音效執行上面 曾經遇過什麼好玩的事情 就是 好就講最近的演出 我們紫風車劇團的基層故事好了 就是他有個Q點是 有一個 有一個人就是 比方說一個壞人他要刺一個好人 然後因為刺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非常震撼的音效 就是燈光跟音樂的Q點一起走 可是那一場呢 剛好那個壞人的 他原本手上要刺的劍 他在動作中不小心飛出去了 所以他就 手上沒有武器了 他拿那個劍去刺對方 對然後 然後因為通常我在放 這種比較震撼的音效的時候 我會比較謹慎一點 所以我會先去檢查一下說 我的那個曲目對不對 對 所以正當我在看那個 機器儀器上面的面板說 曲目對不對 我一抬頭起來看說 什麼 他那個壞人已經貼近好人的背後了 動作已經做出去了 對 我就想說 糟糕 我怎麼會落這個Q點呢 我就趕快放play下去 然後因為我們 因為燈光音效一起走嘛 所以我們就一起燈光也走了 就發生了那個事情的 然後後來 對 然後 就在這個當下呢 才發現那個壞人的動作 他就是搶了那個好人的西洋劍 然後才刺進那個好人的背 就對 原來是他的劍在演出中 之前已經飛走了 我們都沒有人知道 對 所以他等於是整個玩了一拍 對 他等於先把那個 要砍的人先把他抱住 對 然後再去搶他的劍 對 那抱住的時候 你以為他已經刺了 對 所以音樂就放了 對 對然後 所以講個高超點已經先發了 落了一拍 然後 然後之後空台就 然後就 就是幹生烈烈這樣 哈哈哈哈 就 怎麼會這樣 所以其實你現在在場上 每一分每秒都特別注意 對 有時候你在查看機器的時候 其實因為演員他自己也慌了 對 手上武器不見怎麼辦 他想辦法 聽說後來那個演員還在那邊硬拗啊 他說我先用手刀把他砍昏了 然後再搶他的劍 然後把他刺到 對 自己掰 對 可是我覺得 現場演出就是有這個有趣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相對的 就是說 比方像少爐他們的音效直音這樣 在放的時候 有時候音樂放錯的時候 演員也會錯二 喔那很尷尬 對也是一樣 如果像剛剛那樣的事情對不對 對 如果他是 他是有刀子 但是 早放了 他就 他是不是要補吃下去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其實音效直音最怕辣點 對 辣的點 完了 其實在演出過程上 我知道辣點 第二個是那種 就是疲累 因為演員疲累 在台上你還是要動 對 他不見得會睡著 有曾經發生過 就是演員下了測台 在等下一場上台 然後就在測台睡著 後來怎麼找都找不到 他本來在旁邊睡覺 曾經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可是音效直音這種東西 因為你就是坐在那個地方 看台上表演 你要隨時cue 對 有時候 那個 久的時候沒有cue點的時候 其實 那個很容易迷流 因為你知道劇場很暗 然後劇情你可能看了很多遍 然後冷氣又冷 然後吹起來很舒服 就在裡面很適合睡覺 尤其累的時候 因為我記得有一檔戲 是因為 每天晚上演完之後 我們都還去吃宵夜 然後都吃到很晚 對 因為我們的 英明生物的總編導 那就需要 很熱情的邀請大家 熱情的邀請大家 所以每次演完然後就去 你說你怎麼就沒演 你不用演 你不是演完啦 好啊你一定要吃宵夜吃宵夜 對就編導啊 音效直行 就去吃宵夜 演員就放他們回去休息 對 然後去吃宵夜吃完 然後隔天一大早又進劇場 然後就開始演 我記得有一場就是 因為我要念OS 就是一個旁白 對那因為我沒有演嘛 我是導演 我在那個空台那邊念 就是在少爐旁邊這樣念 然後有一場戲就是 因為要接著我OS玩 才能接下一場戲 對 結果呢 我就睡著了 所以演到那邊 突然場上 該要有的話沒有進來 就一片空白 就很沉浸 然後因為那個剛好就是一個 我們演那個巴黎的紅眼睛 對 就是一個那個眼睛會殺人的小孩 對 就是他是眼睛紅 一個傳說故事 然後因為大家出來 就在那邊摸摸摸 等於是我要介紹那好朋友出來 劇情才有辦法往下走 就是演員才能夠 聽他OS才能夠走出來 對 然後就是他就看到 我就硬如已經睡著了 然後就看他一直在那邊摸摸摸摸 然後摸老半天 然後觀眾會想說 這個導演到底要呈現的是什麼 然後我突然 因為我突然驚醒 為什麼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安靜 我突然驚醒說 啊糟了 完了我睡著了 然後就趕快起來一點 然後問題是 起來說 找不到 找不到 因為很暗 已經跳斷或是什麼 對然後我說 我到底是念哪裡啊 要念哪裡啊 然後就自己完全找不到 但是你完全就憑著印象說 好這段的意思是什麼 就用自己的話講出來 可是就很怪 就是很口語化的一個 因為OS通常會比較文學化一點 或是比較故事性一點 就很口語化 可是問題是 那場上你大概落了五秒鐘 很可怕 對 因為在場上你空拍五秒 那整天也是五十秒的感覺 對真的很久 然後觀眾就一片沉浸 然後聽到咳嗽聲 就很沉浸 連微紋針掉在地上的聲音 都聽到 因為場上完全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就那個演員在那邊 一直摸一直摸 摸來摸去 喔那真的很嚇死 這完全是非常抽象的一個表達方式 你在放音樂的時候 有曾經打歌睡 睡到過嗎 是就是精神很不好 應該也是跟唱歌哥是同一場 因為 啊同一場嗎 有可能是同一 就是同一場 因為我們晚上都會去吃宵夜 對對 然後剛剛鐵蛋哥哥有講說 那個就是劇場嘛 整個燈光 其實觀眾其實整個暗的嘛 然後台上燈光又很混 比較混 就是可能那個時候剛剛比較 紅紅會放大 就是容易批的 然後再加上 有時候會有那個特效煙啊什麼 就覺得整個是糊掉的 然後就會 那個應該就是同一場 那場也是發生說就是 因為其實放音效會有音樂Q表嘛 然後通常我要放之前我就會先 雖然有時候很熟 還是會想要對 對清楚說Q表跟那個MD曲目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 而且Q點也會再確認 所以那一場呢 我記得是 如果精神好的話 通常就是可能 瞄一下 然後就可以放 那一場我大概 同一個Q點大概要看了三次四次吧 而且 對就是一直 對因為那個Q表是一格一格 像以色隆那種表格 我覺得一直 對對對到底是哪一個Q點好 Q點對到了 對 就好像盯著前面的車子 然後車燈紅色 對對對 越來越泛大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對到之後再去轉MD的曲目 而且就轉來轉去 想說一定要 對就是轉不到 然後好不容易轉好的之後 又怕推錯Fader 因為通常MD有A 上跟下 對 就還要對到說 比方我現在Play下面那一台 我的Fader 就要把下面那台Fader推上去 所以那一場太痛苦了 就是比方說20分鐘的戲 我可能覺得他過了一個小時 欸那這樣 像你真的想要睡覺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提神 因為劇場又不能喝咖啡 對不對 不能說啊那個擺個什麼提神飲料 這樣子喝 有啊就是 就上面會那個 擦針 擦針 然後就打到這裡 就是啊 閒涼刺骨這樣 沒那麼誇張啊 你會叫出來觀眾會聽到 有沒有什麼 沒有其實 其實我真的這樣的狀況很少 很少啦 因為你在演出很專注 其實也不太會想課 就只有那一場而已 真的就是因為可能前一天太累了 對 所以為什麼說演出前一定 不能有這種 對太瘋狂的這個生活 活動 希望我們總面倒如果聽到 在演出當中 進去場那週的時候 請放過我們不要吃 我們知道你有一番好意 對 而且我覺得最害怕是 如果我放錯的話 台上演員怎麼辦 對 有有有 因為放錯音樂其實 呃 就是本來比方說是一段 那種戰舞的舞蹈 結果要是我放錯 那他們就整個就完蛋了 我有一個印象 就曾經有另外一個音效執行 那你現在目前也是在我們 指防車文教基金會 另外一個單位 擔任這個經理的職務 那他曾經有放過一個音樂 就是我們那個叫做 不起床的小孩 那裡面有個角色是男爸 就是一個小男小男男生的爸爸 夢中要出現 然後他那場戲完了之後呢 接著又有四個小的那種 壞男生出場 四大天王 對四大天王 噔噔噔噔 要跳進來 有氣勢 對那剛好這兩個Cue點呢 男爸爸出來的時候是比較可愛的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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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可愛的音樂 然後下面一段音樂是比較緊張刺激的音樂 對這樣子 結果呢他就放放放 好這段上一段戲 演完之後呢 下一段四大天王要進來的時候 他又推到同樣的音樂 那是搭搭搭搭搭 他們就呃呃 他們就跳進來 沒辦法因為音樂下來了 你不能改啊 改觀眾就覺得你錯了啊 所以他們就照著那個音樂跳 對 所以他們就照著那個音樂跳 又趕快轉換音樂 好鳥喔 很搭的音樂 而且那個還是錄影場 摩咒 就通常錄影場都有摩咒 就什麼事情都會在那一場發生 所以都聽到哇 那個來不及你知道嗎 那個切換來不及 而且如果你收掉 觀眾會覺得你放錯 對 所以就乾脆讓大家覺得是故意這樣子 算了 其實我覺得剛剛講到露點也好啦 不是那個露點啦 是那個辣的點 辣的點啦 或者是說那個放錯 都還好 我覺得最難 最可怕一點 因為音效這種東西 你需要靠機器 對 機器有時候會突然當機 你處理不了的 或者是他就莫名其妙 就是為什麼之前都要拜拜 因為查不出原因 因為查不出原因 有時候明明就你剛剛放OK 可是下一秒你讀不出來了 對 CD、MD讀不出來了 哇那個很崩潰耶 那個很可怕 那個有沒有發生過 CD比較會發生 就是他可能跳 你本來要放曲目1 他可能跳到曲目3 或是曲目4 對 他有時候會跳 有時候 或是讀不到 我印象中好像319有發生過 跳針這種 就是 因為有叫八歲一個人去 五色的台詞 對對對 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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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台詞 跳了兩三次這樣子 喔那個很可怕 其實我們知道說演出 其實我們除了演出放的那片之外 我們都會被分 一個被分 所以為什麼下午一定要彩排 因為你知道彩排去測試 所有東西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來發現現場讀不到 對 那你怎麼辦 你要趕快去 緊急吊 緊急吊去摳 請廠商再趕快去吊其他機器過來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演出很多很多那種臨時狀況 就是現場演出的一個刺激的一個地方 沒錯 對啊對啊 那其實剛剛講的演出 因為我知道邵如也經歷過很多演出 大大小小的 那在319鄉村有同藝術工程 我這樣不要講說只有音效執行的部分 我想說走過這麼多鄉村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場 印象最深刻嗎 對 或是說你反正就是你印象最深刻啦 最感動也好 你自己本身不見得是在工作的執行上面 對對對對對 大概還是開始走的那開始幾場吧 因為那幾場其實 呃 呃就是第一個是 應該是說 剛開始去表演 不管是表演或是音效執行或是什麼 就是 還抓不清楚整個現場的節奏 所以在彩排的時候就是 剛剛提到總編導他就會要求 就是每一個點他都要去take到 所以有可能就是 比方說台上演員也是 同一個動作跳了好幾次 那 然後音樂這邊也是同一個Cue點他對了好幾次這樣 那可能那時候就是也比較緊張 所以就是 呃 就那時候沒有處理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彩排的時候沒有處理得很好 對 然後就會想說 其實因為319的片段都是之前在劇場演過的 可是因為劇場跟戶外的節奏是不一樣的 然後就會想說 奇怪怎麼在劇場裡面是OK的 可是到戶外之後有些 反而就是沒有去處理好 對就是變成要一直去修改 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欸那 就是那時候就想說 那就是可能那時候就覺得 對自己 這方面的工作劇有一點沒信心 就對了那個時候啦 所以音效很深刻是剛開始初期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工作狀態 那我意思是說 譬如說 因為演員在台上 他會代表接受掌聲 實際呈現在這個觀眾面前 可是音效執行他算是一個幕後工作人員 那針對這樣的角色 譬如說你也當過演員嘛 你也當過音效執行嘛 兩個角色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這非常內心的問題 等一下我說真的沒關係啊 對啊這本來就是 很正常啊 那種感受 因為我一定會有不同的感動 跟不同的優缺點 有有有 嗯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耶 因為就像超恩哥哥講 剛剛在台上的話 其實會接受到台下直接的互動跟掌聲 那可能他們來跟你握手的時候 會說啊我好喜歡你喔 什麼什麼 可是音效執行 應該說除了技術人員啦 他在空台或是在後面 他其實是感受 嗯他們 就是觀眾他不會看到這個東西 對 所以他其實不會去 去很直接跟你說 哇你的燈好漂亮喔 你的音樂放得好 他不會去講這個 所以我覺得音效執行 可是 可是 同樣都是劇場工作就知道 所以其實有很多演員會跟我說 你的 你的音 音樂你的音效 就是讓他很放心 在台上 嗯嗯 因為他不會擔心說 欸這個 就是 應該是說我的點抓的很準 所以他 他就是不會去擔心說 比方說有時候要唱歌什麼 他不會擔心說 這 他是不是會漏 或是 就是 我音樂早放或晚放或什麼 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就是音效執行這方面的成就 是來自自己跟 跟演員 啊 還有就是 比方說我下什麼 有趣音效的時候 就是可能觀眾會有笑聲 啊 就有得分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我就會覺得 因為或是說 對或是說我點 就是 比方說是 音效部分下的很準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那是一起的啦 對 就是你 幫這個演出加分這樣 原本設定的 對 觀眾會有反應的點 對 一定要多方面配合才會 觀眾才會真的有反應 因為你有時候 演員做的好 音效辣了 或是音效跟演員做的很爛 整個都 整個都不對 所以有時候同樣一個點 這一場觀眾會笑 可能來另外一場觀眾不會笑 那可能跟演員表演的方式有關係 也可能跟技術走的點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都環環相扣了 沒錯 我覺得這是劇場最迷人的地方 可是你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啊真的嗎 我以為我回答到咧 沒有喔 我在講什麼 所以你 我說演員跟音效這個東西 我比較想要 你自己覺得 目前幕後 你自己覺得 你比較喜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比較喜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扮演什麼 演員還是音效執行 還是演員 還是演員 演員 答對了答對了 沒有什麼對錯 因為可能現在比較常做音效執行 就會想說再去試試看 有時候再去試試看演員的部分 這樣子 其實那個 有一檔戲那時候在佳格演那個 豪勒斯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少爐演一個角色 甘蔗人 甘蔗人 我是大臣 我是大臣 我是甘蔗大臣 對 那國王是 獅子王 對獅子王 對 在我坐在我對面這位 就是我嘛 就上次遊行穿那個獅子插 快要倒在地上 快要昏倒了 想說這是誰想的 哈哈哈哈 就自己害到自己 哈哈哈哈 我就看他非常開心的在演那個 在玩那個角色 我覺得他真的 找到放鬆的機會 有時候他真的 音效執行 真的還是他有時候是比較 比較自私的一個工作的狀態 演員上面當然你可以 因為觀眾的感受 或是那整個心情的改變 他其實會有另外一種 心情上的一個紓解 一定會的啦 我覺得其實各個重要都 環節都非常重要 那很多人會喜歡目前工作 因為他直接是來自於觀眾 的互動跟掌聲嘛 嗯 可是說真的 那幕後的工作人 都非常重要 對啊 欸你得罪那個幕後工作人員 他會把你拉掉 就說不好意思 那麥突然就沒有聲音了 就沒了啊 你表演得再好也沒有用啊 觀眾聽不到 對啊 都給你按掉啊 這時候對Follow該打不打 你該有聲音的時候 講不出話 那是很痛苦啊 所以其實劇場來講 他真的是一個teamwalker 嗯 也是一個黑暗劇場 那當然 對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很黑暗 就像我們現在講得再好 如果我們得罪了子行製作 他可能回去就把我們這段剪掉 對 你講得再好笑再好聽 對啊 搞不好你剛剛開場 那個表演那麽精采的 搞不好就整個就沒有了 對 所以我們子行製作說要吃大餐 我們改天一定要請他吃大餐 一定要讓他吃到大餐 對對對 沒有問題 做人比演戲還難啊 做人比做事還重要 對對對 好那我們現在安大一下子行製作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再回來 好